宋慧乔出席活动,一星期前才被爆幸福飞的他,没想到如今居然容光焕发,没得发光。网友,宋慧乔的颜值又回来了。 3月25日,宋慧乔出席了釜山Pink Run活动,一身白色裙装的他又惊艳了全场,依旧是不变的笑容,不变的大招呼手势,依旧是美丽的伊布妮。 宋慧乔从出道后,这么多年感觉颜值一直都处在巅峰期,已经37岁的他丝毫看不出一点皱纹,真想知道乔美是怎样保养的,皮肤状态好的太让人羡慕了。 卡万一的刘海,简简单单的穿住,清淡的妆容让人看住真舒服,高清镜头下,这皮肤状态也是一样的好,很多明星除去滤镜在高清镜头下,颜值会瞬间会被降下来,然而宋慧乔在任何高清镜头下,依旧始终如一的漂亮,这小嘴嘟嘟的太可爱了吧。 记得在2016年,宋慧乔也出席了这个公益活动,看样子乔美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哟,不过从照片上看,粉丝们都注意到婚后的宋慧乔点圆润了许多,更多不少粉丝猜测是不是怀孕了呢? 是否怀孕小宾不清楚,但是看照片,婚后的乔美真的被欧巴扬得太好了,不光皮肤好,连小脸都变得肉嘟嘟更可爱了呢? 看着脸上满满的幸福,嫁给爱情真好。 一定要很很幸福下去啊,什么时候两人在一起和拍电视剧呢?小伙伴们可是非常非常期待哟。 以上新闻是由新闻去世报报看为你提供。